这家卖场全台湾最大的五金修缮连锁卖场 准备要挑战的是资本市场 瞄准的是IPO了 要在年底挂牌上跪 每股占定82 而且还办理现金增资2000张 预计挂牌股本将提升到1.93亿 而接下来也会积极展点 复合式五金连锁销售通路 郑宇五金在昨天举办业绩发表会 公布明年将加速展店计划 目前全台门市有58家 超过六成集中在台中 因此未来也会着重在北部还有南部来拓点 预计五年内要开超过100家分店 而2020年营收达到15.8亿元 每股纯益有6.1块 光是今年上半年营收就达到8.3亿元 年增超过7% 税后净利更是达到6000万元 每股纯益有3.47元 营收表现相当亮眼 并且也同时释出消息 预定在今年底准备挂牌上柜 美股占定82块 有别于传统的零售做法 他们导入数位化标准化管理 也积极开发自由品牌 要抢占线上与线下的销售通路 要力拼成为五金通路王